这个瑞典的事情吵得灰灰扬扬这几天 反正就是很热闹 那么我想呢 我还是来跟大家讲点有用的实际的事情好不好 虽然现在中国的这个政府 在拼命的鼓励大家不要去瑞典旅游 我想现在这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是吧 这个也不像以前了啊 就是说政府怎么说大姐姐怎么相信 那么就是说该去的人还是会去 再说呢这个YouTube这个我这个频道啊 在中国房间打不开 所以估计也没有什么大多太多的中国大陆的人看 所以对北欧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到北欧去的话 我这里有些信息想告诉你们 因为我最近刚刚去过 首先我再说一遍 我是挪威国籍 我在挪威住了十几年 我也在瑞典住了很长时间 我曾经在瑞典还有一个别墅 所以我的瑞典也非常熟悉 丹麦也是非常熟悉 而且最近就在最近 呃上个月吧 我从丹麦 穿过瑞典到了挪威 然后又到达冰岛啊 又走了一趟 所以我就把这个几个国家的呃 一些有用的信息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旅游的话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首先我就讲讲这个呃 三十几个国家的 共同的和不同的 对不对 共同的呢 就是说它的语言是比较通的 我指的是这个瑞典语 挪威与丹麦语 这三个语言是比较啊 比较通 呃 作为他们本地的人 所以说这三国家的人的话 事实上 他们交流没有困难啊 就像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方言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 四川话 呃 普通话 或者是这个河南话 呃 比那个什么广东话还要近 那广东话我们就听不懂了 我我听得懂了 就是说如果其他的人 他可能就听不懂了 对不对 但是一般人听四川话是听得懂的 对吧 一般人听这个 河南话 河北话 也听得懂 普通话也听得懂 对不对 大概就这样一个关系 呃 它还不像这个 上海话 或者像广东话 那么那么那么远 但是呢 这三个国家的语言呢 哦 芬兰呢 又不同了 芬兰的语言呢 有点接近 好像有点像那个俄罗斯那边 那种语系 它语系都不一样 但是在芬兰呢 它的普通话 所以大家 共同交流的语言呢 它用瑞典语 所以瑞典语 好像就是 有点像这个 呃 北欧的普通话一样 大家都 都都会懂的 对吧 我这三个语言有什么区别呢 呃 首先是这个 这个挪威话 讲起来就是说 比较 有点 山东腔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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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个 喉咙的 像卡的东西一样 我丹麦话我倒不大会讲 呃 因为我最近在丹麦去的比较少 就喉咙有点像卡的东西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 奥斯陆碰到一个老太太 她问我 你去哪里啊 我说我去丹麦 她说 来 你给一个丹麦 她说 我不喜欢丹麦人 我就问她 我说 为什么 她说 丹麦人讲起来好像 喉咙里卡的一个土豆一样 是有点 调侃这个丹麦人啊 当然不好了 丹麦人说话是有点 有点像这样子的 瑞典话呢 听起来就有点像唱歌一样 那瑞典人讲话是最最有点 飘飘飘飘飘 有点 你就想想那个 英格伯克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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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的那个声音 瑞典话是讲的好听一些 有点像唱歌一样 呃 我也能够懂一些瑞典话 因为究竟在那里住过 就是像语言 但是呢 在我当时在的时候 大概是二十多年三十年前了 那个时候呢 讲英语的人还不很多 啊 所以我在那时候呢 确实是你不懂挪威语 不懂瑞典语的话 你生活是有一些困难的 但是这一次 回去 我觉得 to my surprise 就基本上呢 大家都能讲英语了 都已经 尤其是年轻的 那我跟他讲挪威话 跟他们讲瑞典话 他都用英文回答我 好像你看我英语不错吧 就这样子的 都没有什么机会 讲那个本地话了 所以这一次 初会是到了 我那个老家 我在那个 Norale Berrigan 碰到一个老太太 我们在一起交流了 大概两个半小时 那就是纯粹的挪威语 因为这个老太太 完全不会讲英语 那我们就是用挪威语讲 我也是非常高兴 我还能够记得那么多 而且能够基本上属于正常沟通吧 当然很多不记得了 但是还是基本上能够能够讲得通 这是从语言方面 所以说你懂英语的话 在这个北欧是没有问题的 是能够沟通的 这是一个要放心的 那么就是说 从这个风景说呢 它这个几个国家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首先是 丹麦呢是一个农业国家 人家说这个丹麦的养的猪啊 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要多 丹麦的肉非常便宜 所以它这个农业国家 说遍地是黄金一变 尤其是到秋天去的时候 它真的很漂亮 那个田园风光 尤其在那个五六七点钟 那个七八点钟八九点钟吧 可能是到晚上的时候 那个太阳要落山的时候 因为北欧呢就是 夏天很长 有时候就是说 甚至到我在挪威的时候 记得夏天的时候 到那个要十点钟 十一点钟 十二点钟 十一点钟 两点钟还没天黑 到三点钟有一点点黑 五六点钟又天亮了 好像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你在下午待会 黄红的时候 那个一片金色 那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丹麦的风光 田园风光吧 那瑞典不一样 瑞典就是一趟平原 它是平原一块 瑞典是以它的工业 它以前是它的汽车 Volvo 沃尔沃 沃尔沃尺好像现在卖给吉利了嘛 卖给中国了 但是它是瑞典的一个品牌 另外就是它的家具 这个宜家 EK啊 宜家是家具也是 它是全世界卖的非常好的 是它 一个很好的 还有它一些造船吧好像 它所谓以工业比较为主 这样 那么就是挪威 挪威就是一些峡谷 它自然风光 它那个被那个 被那个海侵蚀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窄面啊 那些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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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非常非常的 壮观 就是挪威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风光是大气啊 看到去是 哇 那种感觉就是 就是你真的感觉 在和自大自然在一起 所以这三个国就是 非常非常的不同 芬兰呢 我去的不是很多啊 去过 去的不是很多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 而且从芬兰来说 它也是比较边缘化的 芬兰跟这个冰岛都比较边缘化 真正你讲的斯坎德利亚 斯坎底纳维亚 这个北欧三国嘛 主要讲瑞典 挪威丹麦 主要就是三个国家 讲的人 的友好 友好程度啊 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人啊 是不是对人很好啊 很热情啊 很愿意帮助人啊 这一点呢 就是说 我认为是瑞典人是 北欧三国最最热情的 确实是这样 我虽然是挪威国籍啊 对不起挪威人 挪威人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土吧 可以说是 就是有点像 像包老一样啊 不大 没有太多面部表情 看上去比较默 所以 应该说是很憨厚吧 很质朴很憨厚 这样讲好一点啊 所以说 你要是跟你想跟那个挪威人 谈得很嗨啊 是比较比较困难 你知道吧 他就嗨不起来 你跟他说什么 他就嗯 嗯 他就这样子 所以说 挪威人好像有点 这个这个 这个跟他聊不起来 是吧 就是好难交朋友 就跟挪威人 挪威人很好啊 我是说 从表面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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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程度 他不是那么一个 以热情而著名的一个国家 挪威啊 达安麦人呢 就是说 他跟那个西欧最近嘛 他基本上跟西欧人是 比较比较比较的像 啊 比较的那个什么 而且这三个国家来说 这个 达安麦还是最能够 会保惠自己的国家 因为 从他们的法律来说 这三个虽然是不同的国家 但是从福利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 北欧三国的人 是可以自由移民的 呃 他不需要任何申请 不需要任何手续 就是比如说我 我是挪威国籍 我要想到瑞典去住 我只要到瑞典去 把我的弟子换成瑞典 我就在享受瑞典的所有的待遇 他的福利 他的医疗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而且不需要行持 没有申请这一说 啊 但是唯独在丹麦买房子 他们在保护自己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土地呀 就说 包括挪威人 瑞典人 要到丹麦买房子的话 你都要把户口 签到丹麦 住上五年以上 你才可以买房子 啊 这一点呢就是说瑞典 跟挪威它是自由的 所以呢 就是说很多挪威人 到瑞典去买房子 为什么瑞典房子呢 就是比挪威便宜很多啊 以前我也是在 瑞典有个别墅嘛 啊 这个 这个 最热情的 真正说起来 我觉得人好 那还是瑞典人好 瑞典人 真的是 呃 尤其是我这一次感觉到 我到了那个 这个 瑞典门 离这个 瑞典门 是 是 跟 古巴赫根 过来只有三十分钟的电车 呃 火车 就到了 他的第三大城市吧 瑞典门 第三大城市 这个人啊 真的很好 我当时去问路啊 我不管是问谁 包括问邮递员 包括在问 正在工作的店员 所有的人都会放下他的工作 把电脑打开 或者把手机打开 找 我要去的地方 而且在地图上 清清楚楚 画上 我要去的 甚至有人把我呃 呃 带到附近的地方 指去方向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全世界我认为啊 就是像 只有台湾人有那么好 台湾人是真的 非常非常好 啊 真正的热情 真正的从心底上的善良 还有就是 当然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国家 在那个 呃 南美也有一些国家的人 是非常非常质朴 非常非常好的啊 哦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的人也是非常友好 非常的 肯帮人 所以说 瑞典人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热情的一个 一个民族 我认为在北欧的说 说人的热情程度 跟城市程度 啊 不 热情程度跟善良程度 肯帮人的话 我觉得瑞典人应该排在第一啊 这是我的 呃 那个 经验 那么就是说 从这个消费水平来说啊 虽然是北欧结果都很贵 但是事实上的价格差别很大 啊 差得很大 那么我就只主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就知道它的价格差了多么远了啊 比如说 你在瑞典 10美金啊 我按照美金算了 大家比较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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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是吧 因为他们都是用这个瑞典克兰 挪威克兰 跟丹麦克兰啊 就是 呃 丹麦克兰好像是最高 挪威克兰在中间 瑞典克兰是最便宜啊 但是我现在把它折换成美金 你就比较容易懂了 就是说 在瑞典可以10美金 吃一个炒饭 真的就只能吃一个炒饭啊 这个中国这个 这个炒饭啊 就是10美金 但是你到了这个丹麦去吃同样的炒饭 就要15美金 同样的炒饭 你到挪威去吃 就是20美金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挪威事实上的物价 一般都比瑞典要贵一倍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呢 在它的跟东西不同呢 它的价格又不一样 比如说 呃 挪威的这个 呃 这样吧 丹麦的农产品便宜 比如说到丹麦去买肉 买香肠 买这些东西真的是很便宜 但是你知道 瑞典去买汽车就很便宜 啊 它因为它是造汽车 造电视机啊 这些东西 电器都很便宜 挪威就是 什么都贵 什么都贵 反正它也是有钱嘛 挪威那个 那个国家 它是最最富有 因为 因为它有大量的石油 呃 造船业 有沙门鱼啊 所以它有资源 靠它的资源 而且人很少 所以它 它 它是挪威是非常富有啊 要是玩呢 呃 丹麦的话呢 就跟 它这个科巴哈根 对吧 科巴哈根 它很小 丹麦很小 所以它跟CEO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啊 没有太大的区别 真的好玩的几个城市呢 那还都是都在 都在 瑞典 所以说你说 到北欧就不到瑞典去 我说那简直是等于没有去 那你就赶紧不要去 所以你说不到瑞典去 那挪威 你北欧就不要去了 因为 真正说 北欧三国嘛 瑞典是重点啊 呃 嗯 最好是跟一个什么旅游团呢 去几个景点就可以了 挪威不宜久待 太贵了 哈 那么就是说 这个路线怎么走啊 这个路线呢 就是说 我觉得最好的呢 就是你先飞到这个 呃 呃 在科伯黑根 啊 飞到达安麦 在科伯黑根玩个几天啊 啊 那个美人鱼啊什么东西啊 街上去玩一玩啊 它一个Tivoli 好像有个什么 什么游乐场啊 呃 玩一玩 玩一玩以后呢 其实你可以从 那你就坐火车 很便宜 火车好像就是个 十美金吧 就是几十块钱 就是你就坐半个小时 你就到了瑞典 瑞典的一个城市 瑞典这个城市 就真的是 小小的也很 很温馨啊 你到那里去呆个两三天啊 玩完那个城市 它有一条 就叫做走街 走路的 步行街 对 对不起 我有很多中文都不记得了 有步行街 那个走一走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就是是 购物啊什么东西啊 那个瑞典都是比较便宜的 呃 也好玩啊 然后呢 你可以从那里坐火车 坐一个小时的火车 到Helsenburg Helsenburg 是一个这个 中等的一个小小的呃 城市 非常的美 非常的好的 空气非常好 在Helsenburg 也就是原来我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啊 在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我在那里曾经有过一个别墅 我的别墅 就从这边看到海的那边 就可以看到那个 哈曼勒特的城堡 你看 莎士比亚不是有一个戏剧叫哈曼勒特 哈曼勒特不是有一个城堡吗 是丹麦的 就在海的那边 从Helsenburg 我们坐这个船过去就二十分钟 你可以坐二十分钟的船 到那边去哈曼勒特的那个城堡去看一看 然后买点香肠什么东西 坐船又过来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经常就是到了星期六星期天呢 我就就就就就开了车啊 呃 就把车就停在那个那个那个旁边 就坐了船过去 呃 城堡去看一看 买点香肠什么的 坐船也过来 就回到我的那个别墅去 以前都是这么玩的 所以这个Helsenburg 这个小城市是可以玩一玩 玩一天就够了 不需要很多 然后从那里 也车票都很便宜 你从地面走的话 都是那个 呃 二十美金啊 差不多吧 二十十美金到三十美金嘛 反正你就不要去愁那个车票的事情 尽管那个国家都很贵 但是公共交通其实是 不太贵的啊 不贵 呃 尤其是你如果会自己做的东西吃 带个小炒小炒锅 炒船里买买吃吃 也不是说贵的不得了 那么就是从 这个Helsenburg 你可以买个票 坐他每一个小时 有一趟车 啊 每两个小时有一趟车 从这个 Coverhegan 到Malmore 好像是 每个小时有一趟车 所以车很多 根本就不要担心 啊 你买了个票以后 两个小时就到了哥德堡 哥德堡是瑞典的第二大城市 啊 因为我没有去Stackholm Stackholm 怎么怎么说啊 我没有去那边 因为他那个方向不对 方向是他在那一边 而且太大的城市 说心里话 嗯 并不是那么好玩 这一次这个 中国的这个旅游客啊 一家三口出了问题 就是在 斯特格尔摩啊 对 斯特格尔摩 在那里出了问题 呃 所以我觉得真正到国外去玩 去玩些小的地方 呃 非常非常非常惬意啊 然后到哥德堡 哥德堡这个城市是可以住两天啊 非常非常漂亮 呃 我这些全部都有视频 全部都有视频 每一站都有视频 怎么吃 怎么住 多少钱 我都有视频 你们有空 就是可以到我这个 呃 叫做世界一周 旅游的 这个这个的南无里面去找 找这个 我从 呃 丹麦开始到瑞典 到挪威 到冰岛 然后飞到美国 整个这一线 每一站 我都有视频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啊 那么就是到了这个 哥德堡玩个几天以后呢 从哥德堡每天 呃 有两趟火车 去奥斯陆 也不贵 也都是很便宜的 奥斯陆 好像早上六点 晚上六点 呃 除此之外呢 有很多班汽车 好像火车汽车 都是个三四个小时就到了 从 哥德堡到奥斯陆 所以你们可以从那里呢 就可以坐这个车到奥斯陆去玩 呃 到了奥斯陆呢 可以玩个 玩个两三天吧 也是有一条 这个 卡尔尤汉斯卡尔丹 是这个 一条步行街啊 从 从中央火车站走出来 从那个卡尔尤汉卡尔丹 这个步行街 也一直可以走到皇宫 可以看到我们的国王啊 他就没有围墙的 就是可以 中间还会路过这个 呃 parliament 可以路路过这个 这个这个 呃 parliament 中文叫什么 国会 国会 可以路过国会 这些都是没有围墙的 你直接就看到 他们在那上班啊 那个 总理啊什么 就在那里 就在那工作 所以呢 就是说 挪威也是有几个地方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如果能够自驾游的话 你们可以开车 啊 租一个车 开车过去 呃 当然注意安全 如果也可以的话呢 就是说 呃 找找当地的朋友 哪怕是取点钱 呃 请他们做的向导 那是最最好玩的 呃 当然跟旅游团也可以 但是就是要尽量 注意不要选那种 呃 到处带你去买东西 这种旅游团 坑爹的旅游团就行 呃 基本上 就是这样吧 就是说 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 真的这个 全世界旅游这么多年 当然我这个人是一个 比较有冒险性 最强的人 我已经 我已经连续 旅行五年了 我走遍了 基本上所有的 呃 亚洲国家 欧洲国家 南美国家 美国 呃 你千万不要出去 像个土豪一样 我出去就是背个背包 哪个照片机 就是呃 一副穷样子 啊 不要穿什么太好的衣服 名牌都没有 一副穷样子 你这个穷旅游者 那一个背包客 没有没有谁去欺负一个穷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的武器 就是笑脸 我走到哪里都是一副笑脸 我总是跟人很客气 所以我外面真的到了一些 很危险的地方 那真的是 就是别人看了很恐怖 人不敢去的地方 我不怕 我去了 我跟人家冲凶到地 哎呀brother 跟人家什么什么 就是就是说 呃 别人在吃饭 我用手黏着人家东西吃一下 哎 马上那个关系就很近了 你知道吧 就好像他这个人 他不嫌弃我 有一次我在那个美国 叫做guatamana这个地方 啊 那个就是杀人啊 每天都杀人 那是很恐怖 白天就是 所有的店都都门得 门得严严严严严严严 我一个人在马路上走 我不怕 碰到黑人 一整个人以后 看到我 他在这里干什么 我就跟他们聊天啊 跟他们陈雄到地 结果碰到一个 也不知道是黑色肺 什么东西 给个名字给我 说 你要是在我的土地上 出了任何问题 啊 你就叫我 我跟你摆平 所以我都变成是 非常安全的 所以 一个人是在人为啊 这个人都是要交朋友的 你一是一个友好的一个姿态 对人家没有危害 自己是友好的一个姿态 一副笑脸 又是个穷样子的话 你到全世界走 哪怕是走遍天下 你都没有敌人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啊 你一要装土豪 要装牛逼啊 怎么怎么样 而且对别人态度不好的话 你到处是敌人 就是这样 你都在哪里都不安全 如果北欧还不安全的话 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 我只能这么说 好的 呃 今天就给你们讲了一讲 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 北欧的事情 我就看看还有什么 基本上就这样吧 就说 呃 欧洲的话 多讲几句吧 欧洲分几片啊 一个是西欧 西欧呢 就是说我最近 呃 刚刚一个 两个星期之前吧 我就带了中国的朋友 三位朋友 因为我们去了这个 呃 德国 去了河南 呃 本来准备去这个 盧森堡 跟这个比利时 整个这一片 这是最贵的这一片 这一片是比较贵 再叫瑞士 这一片是比较贵 啊 呃 德国法国 这是西欧这一片 然后另外一片呢 就是说 属于这个 前 苏联的那一片 啊 那就说的 Estonia Estonia 啊 纳特维亚 纳斯美尼亚 呃 这个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 乌克兰 乌克兰呢 还有就是这个阿贝尼亚 啊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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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片 这是一片 一直到希腊 啊 这一片也是值得玩的 另外一片呢 就是说 从下面到浅南斯拉夫 这一片是非常非常好玩 又便宜 呃 你可以从这个 呃 斯洛伯尼亚开始 你可以从这个 呃 呃 我对不起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我四十多年 在国外的话 中文怎么讲 这些名字怎么讲 我已经不知道了啊 就是说 从库瑞西亚 下去到波斯尼亚 到这个 黑山 到黑山 到阿阿巴尼亚 呃 到 马其顿 就这一片 前希腊 南斯拉夫这一片 又便宜又好玩啊 这个是值得去玩的 而且到那个 那个 有个电影叫乔的 那个地方啊 当当当当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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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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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较要好的 能吃苦耐劳的朋友 身体好的朋友 不要互相拖累 对吧 当然仗要双传清楚 亲兄弟名双账 这样就会玩得比较开心 真的就是说 在国外的话 一定要我们出国的目的 是学习人家的文化 是这个 寻找更多的新的生活经历 你不要到了国外 还像中国一样 还去打麻将 还去吃 呃 拉方便面 还去 一天到晚 就是说要吃中餐 呃 把中国那一套搞出去 那你不要出去嘛 你就在自己家里 待着就完了嘛 对不对 你要出去干什么呢 对吧 出去就是要体验 外国人的生活 在那边 最好跟本地人打成一片 跟本地人交朋友 呃 这个身家放下来 不要说我来自中国 是个伟大的国家 不要讲那些事情啊 来的就是客人 哪怕是现在一个小岛 哪怕是个小渔村 你对人家都要很尊重 都要是低下头来 啊 这样别人会喜欢你 会保护你啊 呃 就讲这些 希望我讲这些呢 对大家旅行有用 啊 呃 这个我不代表任何人 只能代表我自己 啊 一个挪威人 啊 挪威国际的华人啊 欢迎你们到北欧来做客 欢迎你们到挪威 到瑞典 到丹麦来做客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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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